用时一个月 我的卫生间终于改造完了 但是你们肯定想不到 卧室被装成了 装穿 可有任意做外卖 太大头了 我说家里车位哪来的 果然装修师傅的嘴才是骗人的鬼 当初说帮我搞干净 结果烂摊子还是得自己收拾 好 全是可以 给我卧室改了 这次想把卧室改成这样 改造第一步 先把这个年代感极强的衣柜给拆了 定制衣柜的图纸我已经画好了 等我把费用再砍砍就能施工了 今天光宝卫生了 啥也没干 第二天起了个大早继续干活 想把床头正面墙做成石膏线 搭复古墙纸的那种 把氛围感拉满 完美 漂亮 又到了真分多秒的时候 这个快蘸粉干的是真快 就怕它半路干了直接掉下来 还可以走 觉得我手都挖斗了 为了省下人工费 班专临师傅绝不认输 幸亏最难的音小线已经贴完了 不然我想自己贴也没那个力气了 学的姿势应该特别难看 这个缝隙就用栗子水给它填一下 又亮了一页的石膏线干了才刷起 这好像抹茶呀 突然开始后悔客厅没刷这个绿色了 有种生机勃勃的感觉 看了心情就很好 左选的墙纸还挺搭的 贴之前刷一层积膜 这样可以防止墙纸俏皮 这像我们像过年的时候贴对颜 还好贴墙纸的教程多 不然又得花钱找师傅了 等会儿再把其他墙面的漆刷完了 就可以安灯了 你们觉得这两款灯 哪个和现在的卧室比较搭呀 好了 继续刷我的漆 这个颜色很像奶茶耶 看了我都饿了 进入体力已经成负数了 好在天黑前把漆都刷完了 我都已建议了 我都没有爱我 你以为我分享 他因为旅行到我 我都没有爱 你以为你 我都没有爱我 我都没有爱我 我都没有爱我